第八百七十九集 南门超 你居然敢骗本小姐 凤九儿站起来 冷冷地扫了岛地的男子一眼 将他关起来 求死没这么容易 是 九儿姑娘 两名兄弟异口同声地回应了句 向前将岛地的男子给压了出去 九儿 当真是南门超在搞鬼 该走的人都离开了 剑一来到了凤九儿身旁 轻声问道 凤九儿凑了凑眉 将手里的字条再次打开 剑一 你看看是否能看出不妥 剑一接过字条 认真看了一会儿 九儿指的是字迹还是内容呢 如果你这个时候给我写信 会在前面加一个九儿吗 凤九儿看着剑一 挑了挑眉 是生怕别人解惑之后 别人不知道这信是给谁写的 剑一摇摇头 对 这更像是在栽赃 那日南门超的表现不像是假的 除非他有非凡的表演天赋 表演天赋 凤九儿对上他的目光 微微勾了勾唇 意思是他很能装 很会演 瞒骗了我们所有人 哦 剑一大侠 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没再多问 凤九儿收回视线 明思了好一会儿 若是真实栽赃 那对方会是谁呢 现在谁最希望 我和南门超脑饭 过了一会儿 凤九儿拍了拍剑一的肩膀 走 陪我走一趟 话语刚落 凤九儿转身往外走去 看着他离开的身影 剑一没说什么 举步跟上 第二天天还没亮 凤九儿和剑一 出现在某处树下 一盆冷水过去 被绑在树上一整夜的男子 总算是清醒过来 看着眼前女子手中 拿着的小银镯 她瞪大双眸 脸色顿时红了一圈 脸红并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因为男子被点了绝 有话要说 却说不出口 脸硬生生的 给憋红了 凤九儿摆了摆手 一名兄弟过去 给男子解开了穴道 我儿子的小桌子 怎么会在你身上 一整夜没说话 也没喝水 男子出口的声音 有几分沙哑 要去找你儿子 还真的不容易 可是花费了我和剑一一整个晚上的时间 凤九儿抬眸打了一个哈欠 她 男子哽咽了下 话几乎说不出口 她还好吗 还是我娘子 九儿小姐也看到我娘子了吗 昨夜 若不是我及时赶到 你的娘子 可能也不好了 凤九儿 看着眼前之人 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 可我凤九儿 并不是闲人 别人的事情我能管一次 不可能去管第二次 若是天亮之后 那几个中了我迷药的男子醒来 不知道会不会 继续对你娘子 做还没有做完的事情 九儿小姐 求求我的娘子 还有我儿子 男子想要跪下 却无能为力 九儿小姐求求你了 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和你作对 也不是真的想害去凝林的兄弟 要不然 我下的毒 也不会那么轻 你说是不是 我想对方主要的目的 也不是想要取人认命 所以毒没下太多 男子浅叹了一口气 摇摇头 事实上 我也不希望这场战争 继续打下去 打仗 苦难都是老百姓 我也不过是老百姓 其中的一名 可对方悬伤了我 抓了我的家人 我 我不知道能怎么办 是谁在幕后 只是这一切 凤九儿 沉声问道 男子摇头 一脸巨色 不瞒九儿小姐说 我连我娘子和孩子被关押 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对方是什么人 求求九儿小姐 你救救我娘子和孩子 乌某 感激不尽啊 男子再次想弯腰下跪 却还是办不到 有办法和对方联系上吗 有 好 按我的吩咐去做 我能保证 你娘子和孩子的安全 凤九儿将镯子 放回到腰间的布袋里 好 九儿小姐 我愿意 男子猛地点头 只要能保住 我娘子和孩子的性命 任何事情 我就愿意去做 被松绑的男子 换了衣裳之后 匆忙离开了军营 离天亮 也不过半个时辰了 在离军营 几里之外的山剑中 男人和一黑衣人碰面 找我何事 黑衣人低沉的声音 在三剑中传开 昨夜 差点就会坏事了 男子吞吞吐吐 一脸慌乱 事情 没顺利完成 黑衣人 回头扫了一眼 还算顺利 男子浅淡了一口气 只是牺牲了我的药童 嗯 区区药童 算得了什么 黑衣人冷声道 既然事情顺利 为何如此平静 男子摇摇头 连呼吸都不敢太用力 这个 这个我也不清楚 听说 这个九儿心思枕壁 小人实在是 想不透他心里的计划 可是纸条却落在了 他的手中 药童看起来是畏罪自杀 九儿 该也没怀疑 那你找我做什么 黑衣人 打断了男子的话 我 男子抬眸 看了站在高处之人一眼 我想见见我 娘子和孩子 我做了个梦 我 你就因为这种小事 找我出来 黑衣人 气气冷到了极点 还有没有别的事情 男子扑通一声 跪在坚硬的岩石上 我求求你 让我见见我的 枪子和孩子 我昨天做了个恶梦 我担心 若不想他们出事 你最好乖乖地 等候命令 否则 黑衣人 冷声打断男子的话 狠狠一甩衣媚 他转身一跃 消失在男子面前 男子一脸丧气 往回走 在黑衣男子离开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 自己身后 竟跟了一身 天色刚刚亮起 战场上响起了 嘹亮的号角声 两边军队对峙 大战一触即发 守在山顶上的黑衣男子 蒙脸布下的薄唇 微微勾了勾 转身远离这一方 剑衣跟着离开之人 游走了两座山峰 最终在一处山腰上 停下了脚步 男子没入山腰上的丛林 转眼不见了身影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